观众朋友们 能够多念些经也是一种祝福 所以元宵节适合给远方的朋友 父母亲多一些祝福 好听众朋友们 那么今天是元宵节了 元宵节在我们中国人传统上讲 也是个大的节气 这个大的节气一般的都是说要 怀念固有 然后还有就是喜庆团聚 还有大家双方都是公祝顺利 就是说按照中国的常态来讲 在这种好的节气里边 如果你经常的被人家受到恭喜 被人家说恭喜你 节日愉快 有那种起庆的一种气场在身上 那么你呢接下来就会比较顺利 所以为什么中国传统说 一风到过年过节呢都特别重视 所以我们传统的文化也讲究一个节气 也就是说不管有什么节气都要去做 去庆祝了或者去做这些 所以人家说你如果在节日的时候死气成成的 家里没人 为什么说过年的时候家里最好不要完全空着呢 就是说家里没有气 气氛就是这样 当然老子如果如果我们说能够过年的时候 能够大家团团圆圆最好 但是呢有时候呢不能团团圆圆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和朋友一起 我们现在是学佛人 所以我们更不怕这些了 因为我们学佛人我们懂得 懂得懂得什么 懂得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来 让自己的生活归于正规 没有这种 没有这种向人家讲起来 说今天有明天没有 因为我们心中心有佛了嘛 所以首先呢台长祝大家呢 元宵节愉快 那 licenses 我们赶紧 你 我们赶紧 你的 我们 вход 我们 intriguing